我是林依儒 在國道上又出現了螃蟹哥 英明駕駛開車上國道 錯過了新北市領口交流道 竟然就學起了螃蟹走路 直接橫跨三個車道 往外切到了交流道口 還在曹化線上直接倒車 最後還直接的往外硬切出去 兩度差點被後方的來車追找 真的是有夠誇張 國道一號新北市領口交流道口 畫面中這台黑色休旅車 發現錯過交流道 竟然直接由內往外 螃蟹橫移 超狂外切車道 但發現被導感擋住 駕駛沒再怕 竟然接著閃起雙黃燈開始倒車 在準備往外切開上交流道時 也沒再看後方有沒有來車 一連串超狂離譜行徑 差點兩度害後方來車 直接撞上 事發地點就在國道一號 新北市領口路段 定格畫面還原 黑色休旅車先是從內線 往外線跨越三個車道 接著倒車跨越曹化線上 最後硬切下交流道 整個過程短短一分鐘 但紛紛秒秒都在上演玩命行為 本大隊以為危險駕駛 預告發 儲新台幣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罰款 並扣拍三個月 接受大灣獎金 從2019年開始 國道警方加強取締 插隊跨越曹化線等違規事件 累積已經達到了26221件 平均每天就超過70件 設置高解析度鏡頭 那至3月1日起又新增5處 用來取締跨越曹化線 跨越雙白石線及插隊等迴規行為 像國道高速公路 舉翻橫越車道亂倒車 或是突然無預警下車停車 依法都可開罰6000到24000元 並掉扣駕照三個月 還得上道安講席 提醒民眾可別貪圖自己方便 害人又害己 這張被子取消明星北市採訪報導